你知道其实你需要存的钱 可能比你预想的还要少很多吗? 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显示 储蓄率都与财富水准成现正相关 也就是说真正影响个人储蓄率的 其实是他们的所得水准 所以别再相信 把你的所得的20%存起来的说法 因为它不仅忽视了人们 所得会经历的波动 也太过一视同仁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存钱呢? 今天要推荐你一本书 持续买进 作者尼克·马朱利是专业的资料科学家 用近十年的财务与经济分析师经验 告诉你三点建议 你将逃出怎么存都不够的人间炼狱 也就是说 钱多的时候多存一点 钱少的时候少存一点 我们不甘使用静态不变的法则 因为我们的财务 鲜少是静态不变的 此外 我们总是烦恼该存多少钱 不幸的是 担心储蓄不足带来的压力 其伤害似乎比存钱这行为本身的好处还要大哦 所以如果你能在无压力之下存更多的钱 更高的储蓄才会对你有益 但你不再根据武断的方法存钱 将不再纠结财物 还能享受你的钱 2. 善用储蓄等于收入减支出的公式 轻松了解你能存多少 把你的收入减去你的开销 剩下的就是你的储蓄 这意味的是 你只需要知道两个数字 你的收入 你的支出 建议以月为基础计算这些数字 看看每个月的财务项目 不过 你不必计算你花的每一块钱 只需列出你的固定支出 其余的支出 概略估计就可以了 另外一种 更便于估计开销的方法是 用同一张信用卡支付所有的变动支出 这样将使你更容易追踪开销 3. 增加你的收入 投资于身材资产 个人理财领域最大的谓言是 光靠尊杰支出 你就能致富 难道停止每天买一杯咖啡 你就能成为百万富翁吗 所以最牢靠的致富之道是 增加你的收入 投资于身材资产 那么该如何增加收入呢 以下五种方式提供给你 第一个 出售你的时间或专长 若你需要赚更多的钱 可以考虑出售你的时间或技能 找出能最善用你技能的领域 第二个 出售一种技能或服务 发展出某种可出售的技能 透过平台或是线上平台出售它 第三个 教课 教学是可扩增规模收入的最佳途径之一 不论是透过YouTube影片 亦或是其他的学习平台 你能教什么呢 凡是人们愿意付钱学习的东西都可以 第四个 销售一种产品 如果教课不是一条适合你的赚钱途径 你可以考虑做出一种对他人有益的产品 最好的方法是挖掘出尚未解决的问题 然后打造出解决问题的产品 第五 在职场上往上爬 解释资料后你会发现 朝九晚五的工作 能来是多数人创造财富的途径 百万富翁也不会一夜支付 白手起家的富翁 平均要花三十年才能支付 不论你想怎样增加未来的收入 上述所有的方法都应该被视为暂时性质 因为最终 你赚得更多的收入 应该被用来投资于更多的身材资产 这才是大大增加你的储蓄的真正途径 更多的内容都在持续买进 储蓄不再有压力 投资不再等时机 即刻起 你也可以掌握持续买进的精髓 获得致富关键 就连原子习惯制服心态作者 一致强堆 2023你绝对不能错过的 最佳投资理财指南